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来面对未来的发展趋势 听观点嘉宾怎么说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创富宁夏 我们一起来看今日聚焦 宁夏赫兰山东路葡萄产业的快速发展 不仅成为宁夏的一张紫色的名片 也为宁夏的经济发展贡献出了重要的力量 同时还解决了不少人 尤其是搬迁移民的就业问题 移民在葡萄酒庄从事种植 管理等各种工作岗位 收入上也比以前高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他们觉得通过劳动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小孙 你看今天的工作就是给咱们把这个房门上面那些个污垢 给清理一下 然后你清理的是应该用那个脚结布明白吗 而那个钢丝球呢 它会把上面划成划横 划横以后 因为咱们是高的一个产生一种 划横的话 会更容易咱们写得污垢 刘丽和其他在丽兰酒庄工作的人一样 都是来自敏明镇圆龙村的 自2013年 全家从雇原市隆德县温布村搬迁下来之后 他就在家门口的丽兰酒庄工作了 我刚来的时候 这个酒庄里面的什么东西我都不懂 老家的时候吃过葡萄 连葡萄树都没见过 更别说葡萄酒 根本就什么都不懂 但是就来到这以后 我们领导都会定期给我们培训 然后好多的 比如说像那个刚才那个外国的机器 就是200多万的机器 我们想都不敢想 但是来来以后 我们领导会放手 让我们去操作 经过最初由搬迁带来的对未来的迷茫感 和从家庭主妇转变为工人的不适感之后 刘丽在工作上认真负责 勤恳努力 最终从一个没有遗迹之长的搬迁移民 变成了一个负责酒庄日常运行的管理人员 刚来的时候 我一天的工作呢 就是一来跟他们工人一样 打扫卫生 然后到压榨期的时候就是榨葡萄 最后车街里面干 以后会酒窖 就是到处的活我都会干 我也每干一样活 我都会尽职尽责 尽好自己的责任 都觉得有这份工作特别的不容易 我想争取机会 最后就干 最后 现在呢 干了今年已经第四年了 工资呢 也涨了 然后又身为车间生产线的管理人 这几年来 其实我们最大的财富 其实是我们的工人 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是原农村移民比较多 这几年来 历兰酒庄的葡萄园真的管理特别整齐 我们连生产车间你看很整洁 就得益于我们有一个好的团队 就是在种植这一块的话 需要大量的人工去参与 就是才能把种植这一块做得更精细化 海富贵在历兰酒庄工作之前是在工地打工的 什么都干 他经常到处奔走工作 一个工程结束之后 可能就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2016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宁视察 在敏宁镇来到了海富贵父亲的家中 正巧在外地打工的海富贵也回到了家中 在现场 他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 习总书记说 中国葡萄酒市场潜力很大 赫兰山东路葡萄酒品质优良 发展葡萄酒产业路子是对的 要坚持走下去 这些话对于海富贵和村民来说 是很大的鼓舞 坚定了海富贵进入葡萄酒产业工作的信心 2016年8月 他被聘进入到酒庄工作 海富贵告诉记者 进入酒庄之后 不仅提高了收入 工作稳定起来了 还能照顾家庭 我是从古园市远州去搬卖的 我没到这 之前就在工地到处打工 就比如银川啊 各个建筑 因为外面打工 他一个月两千多块钱 再来一年只打个五六个月 所以活也很短 后来我蒙村铺跟郑嫂组织着培训 我就学习了车辆培训 后来我就来到丽兰酒庄 开车也采收 我们平时不开的时候 再啥也都干 一年还来收五万到六万 在工作旺季的时候 丽兰酒庄大约需要将近一百名工人 这些工人大多都是来自园龙村 园龙村是个移民村 村上有接近一千五百人都在附近的酒庄工作 我们主要的这个投入还是在葡萄园这块 我们一年的用工量大概三万人次 就是一年劳务的支出大概是四百万左右 这个成本要是农民去种葡萄去管葡萄园的话 这个成本是提高的 有可能他的那个一斤葡萄的成本都接近十块钱了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成更好的品质的葡萄酒 带来更就是更更好的一个客户的认知度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优势才能让我们这个品牌走得更远 就像邵清松所说的 这些工人都是酒庄的财富 大量人工的投入能够更好的把控种植质量 从而酿造出更好的葡萄酒 因此对于未来 邵清松想通过进行专业的培训 为全区葡萄酒产业提供人才 因为他明白只有产区好 酒庄才能好 我们酒庄培养的好多的员工 其实也服务于现在我们这个荷兰山东路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产业 我们就是一直以来就有一个 就是想着去做一个技术培训 在我们把我们这片葡萄园 1600的葡萄园就是当成一个培训基地 让更多的我们的移民去受益 去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工人 服务于我们荷兰山东路这个葡萄酒事业 从2008年开始建设的智辉原石酒庄 自开始建设起就有很多生态移民参与到其中 智辉原石是古朴典雅的石头建筑 这些建造酒庄的石头材料就地取材 来自当时酒庄基地的乱石 而这中间生态移民功不可没 如今智辉原石酒庄种植的葡萄面积达到了2000亩 同时还在做葡萄酒旅游 在葡萄园管理葡萄种植 旅游接待旅游服务等各项工作上 都少不了生态移民的付出 我们每年大概是有500个周边的这些移民在我们这边工作 他们是从3月20多号葡萄出土开始 一直到了11月底葡萄买土结束 然后我们还有80个是常住的工人在这边 都是周边这些村庄的移民 对于酒庄来说 搬迁移民的到来解决了他们的用工问题 从而更好的管理葡萄园种出优质的葡萄 酿造出优质的葡萄酒 而对于搬迁移民来说 到酒庄工作不仅是增加了个人的收入 有的人还学会了更多的技能 尤其我们妇女挣到自己的工资 既可以改变自己的收入 家庭的收入 也可以改变自己自身的这种观念 我们妇女也可以养家 也有自己挣钱的能力 我不想让人看着 在老家的时候 妇女只能带孩子 只能做家里面花钱 这种状况 所以我就想跟他们一起一样 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个目标 据了解 在宁夏葡萄产业 为生态移民提供了12万个就业岗位 工资性收入达到了9亿元 劳均7500元 人均3140元 占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8% 成为区域农民就业增收的主导产业 也成为移民脱贫攻坚的核心产业 目前宁夏赫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发展迅速 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知名度也是在逐年的增加 可以预见到的是 未来宁夏的葡萄酒产业将会继续的快速发展 当然也会为更多的移民提供工作岗位 好的 我们今天继续来了解一些有关于葡萄酒的常用语的相关知识 你知道新世界和旧世界的葡萄酒有什么不同吗 这两个词呢 在葡萄酒界和餐馆当中呢 是经常用的术语 今天的新闻链接 我们就带您具体去了解一下 首先来看关键词 新世界 旧世界 旧世界葡萄酒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 新世界葡萄酒大约有200到300年的历史 旧世界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区域 新世界国家分布比较广 旧世界葡萄酒生长环境相对于寒冷 新世界葡萄酒的生长环境相对于温暖 在种植方面上 旧世界国家多以人工为主 而新世界多以机械化为主 在单位规模上 旧世界生产单位产量低 而新世界生产单位产量高 在酿造工艺上 旧世界国家多遵循传统酿造工艺 而新世界国家多以工业化生产为主 旧世界国家有着明确严格的分级体系 新世界国家的原产地命名多用于地理标志和商标控制 实行酒制分级 旧世界国家的葡萄酒常以葡萄混样 新世界国家的葡萄酒单一品种酿造居多 在给葡萄酒命名上 旧世界国家多以酒庄或者是土地命名 新世界国家是以葡萄酒的品种来命名 旧世界国家酒标信息量大 可以通过酒标来读取相关的信息 而新世界国家的酒标相对于简单 个性张扬 旧世界国家多用橡木塞 新世界国家多用螺旋塞 旧世界国家酿造葡萄酒复杂优雅 而新世界国家的葡萄酒一饮热情 旧世界国家葡萄酒多需醒酒 香气逐渐释放 新世界国家的葡萄酒开亭挤饮 香气立刻释放 旧世界国家多是以生产者自身为导向 而新世界国家多是以消费者为导向 旧世界国家多是以消费者为导向 旧安思维 宁夏的葡萄酒产业近年来取得良好的发展 但是在形势好的情况下呢 我们还要用长远的眼光来观察 以及时发展问题解决问题 促进葡萄产业的快速平稳发展 一起来听听今天观点嘉宾对此有着怎么样的观点 我们的葡萄酒过去是国内不认可 只是转向认可 很好 后来是转向认可了 最后是国内不认可 又是国际上认可了 现在国内的一些经销上也认可了 那么下一步 作为我们这个产区来说 葡萄酒和好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卖的不好 那么如何来做这个市场还是要通过政府来引导和企业结合起来再推广 因为在中国这种极致下 政府一定要倡导 政府要打台企业来参与 这样的话可能才把这个市场做得非常好 因为现在我们的葡萄酒总的来说 在国内只有喝过我们的酒 知道没问题 都非常认可 但就价格稍微有点高 我认为作为酒庄和企业 一定要把这个葡萄酒的价格应该合理定位 目前国外的葡萄酒大量涌入我国 有的还很有价格优势 在此种情况下 王振平认为应该更好的做好产品定位 同时要在政府的推动下 做好产区的推广 除了推广以外 从事葡萄酒行业的人才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总的来说我们现在培养的政策质量还是不行 需要政府整合资源 现在很多单位虽然有这个学科 但是人还很洒 包括葡萄酒也就 现在有农科院 聂下大学 还有二民院 还有好多民建一些企业 那么这样的话 你非常风散 那么通过政府来卸调 把这科技人员集中起来 就学私资集中起来 把科研做好 把尽可能把最新的科研成果 通过学生的培养 让它接受最新的技术 然后赋予产业 再一个就是政府应该要重认重视 我们现在叫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特别我们普通产业技术体系 因为这个体系非常大 庞大 国家的大量的顶级的转家教授 甚至现在有30个月次 都在这个体系里面 这个大的农业体系里面 只要把这个体系用好 我们可以把国家的所有的资源 无常就用来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资讯 宁夏前五个月 脱水蔬菜出口量增长迅猛 1到5月份 宁夏地区出口脱水蔬菜497匹 5322.9吨 获值1864.9万美元 同比增长34.7% 25.9%和35.5% 出口量再创历史新高 根据种植特点 加工特点 预期用途 进口国或地区 关注的食品安全 卫生项目等因素 宁夏检验检业局 结合近几年出口脱水蔬菜 安全卫生项目的检测结果 对八家企业六种产品进行了质量安全风险排查 着重评估了农药残留 重金属 微生物污染等风险项目 根据风险监控检测结果 采取相应防控措施 及时消除安全风险隐患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创复宁夏的全部内容 来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通过登陆宁夏广播电视网 或者是关注我们创复宁夏的官方微信 不要转台继续关注宁夏卫视 我们下期再会